哈喽来袭来点热可可暖暖身子 不少民众会拿出保温瓶装热饮 不过专家提醒保温瓶装含有糖分及蛋白质的饮品 会导致细菌快速滋生 像是拿铁 豆浆 牛奶及含糖饮料 这四种热饮品都不适合装到保温瓶里 在国陈做过研究把热豆浆装进保温瓶里 只要半小时细菌就能迅速增长30倍 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而滋生细菌 尤其是以危害人体的大肠杆菌为居多 盛装完之后最好是在30分钟之内 就应该要把它饮用完毕 尤其已经饮用过就会残留口水中的细菌 再加上杯子里的饮品具有一定的温度 这时的保温瓶就容易成为细菌培养敏 就算保温瓶只是用来喝水也要经常清洗 如果摸起来黏黏滑滑 就表示细菌已经增生很多 可能会食物中毒 许多人认为清水随便出两下就已经算洗干净 但其实最好的方法是 软刷加上清水 洗保温瓶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加过甜热饮品之后 就怕洗不干净 可以再加一点洗碗筋 包括杯盖上的所有细胶条都要拆下来洗 才算彻底洗干净 天王不要用钢刷 锋利的来清洗保温杯 担心会破坏它涂层 会开始生锈 可能会有些刮痕 就容易会有一些维生物续径的滋涨 不过细胶塑胶就可以用菜瓜布轻轻刷 另外如果觉得保温瓶里有残留的茶购 或饮品的气味 可以浸泡过滩酸钠消除异味 一星期只要泡一次 就能让保温瓶赶紧溜溜 记者邻居间曹文林台北报道